全台各地现在闹鸡蛋筐 新北市议员蔡淑娟15号上午在服务处免费发放鸡蛋 一人8颗,限量500组 一早就涌入大批民众排队,不到半小时就额满 蔡淑娟说各地缺蛋问题严重,民众买不到蛋影响生活 感谢尹村蛋行的协助,希望借此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今年来个不一样的元宵节 近日全台陷入蛋荒,家家户户一旦难求 市议员蔡淑娟金15号在服务处前发送4000颗鸡蛋 一个人可以免费拿8颗,限量500组 因为这阵子呢,当然大家觉得非常缺蛋 那刚好也跟蛋商道朋友在讨论这件事情 他是说,这两天的供需需求是比较平衡的 那所以他蛋这边呢,还是有办法可以供应给我 来发给我的相亲 所以呢,我们就在昨天发了FB 然后今天请相亲过来领取 蔡淑君表示,感谢铁粉蛋行老板的协助 让他能发放500组免费鸡蛋 帮助有需要的人 让大家过个不一样的元宵节 许多民众获知消息 一早就提前来排队 不一会功夫,立刻秒杀 今天在排队的状况呢,我们有益销来协助 还有我们自工伙伴 那所以呢,在防疫的距离 还有就是消毒,粮儿温,扫食,莲治 这些等等呢,我们都有一一的去把它做一个完成的动作 那民众也都非常的配合 那希望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缺蛋的一个危机状况之下 可以解决部分民众的难眉之急 蔡淑君指出未求环保也请民众自备器具来装鸡蛋 同时正值防疫期间,现场也不断的呼吁 排队民众要保持好社交距离 做好一切规范 记者胡雨萱领口采访报道